印军抵达边境的摩托车究竟有多猛 仅造价就要6万一辆 由航母刚才打造 敬请关注本节目 近日印度陆军第十四军向边境地区增派一支特殊部队 大批士兵驾驶着摩托车从克什米尔的列城出动 长途奔袭十天后到达喀拉昆仑山口南侧地区 在很多人看来 现在战争早已是飞机、大炮、坦克和张甲车辆的天下 印度还装备有大量山地摩托车 是不是太落后呢 实际上印度军队玩摩托车玩得6 并不是为了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种山地摩托车拥有极大的作战价值 在印度 摩托车不但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而且被玩出了文化 也玩出了民族自信心 完成了国粹 在印度阅兵式上 真正压轴节目不是战略导弹 也不是战略核潜艇模型 而是摩托车队进行的杂技表演 印度军队骑的摩托车并不是一般的民用摩托车 而是承载能力强大的军用摩托车 曾经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印度人爱摩托车 也拥有强大的摩托车产业 印度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作战部队 但是机械化水平很低 山地摩托车在高海拔地区 拥有无与伦比的机动优势 变成了印度军队山地作战能力的一部分 据悉 印度山地部队装备的是 皇家恩菲尔德牌大马力山地摩托车 这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英国摩托车品牌 为印度陆军提供摩托车长达60年之久 该摩托车造价高达6万人民币一辆 甚至使用了建造航母所用的优质钢材 这种摩托车在平地使用 可以搭载6个人和一顿物资 军事运输能力非常强大 在山地作战时拥有很好的适应恶劣环境能力 特别是在道路狭窄的地区可以大协身手 这次10天长途跋涉 没出故障 充分证明印度摩托车质量的可靠性和高通过性 从理论上来看 印度山地摩托车是在高原地区 进行游击站的最理想运输工具 甚至强于四轮山地摩托车 在作战时 印度军队可以利用摩托车进行大范围机动部署 进行侦查 物资运送 巡逻和突袭 相比三轮 四轮车辆 两轮摩托车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 成本更低 而且印度人拥有骑摩托车的传统 不需要经过专业培训 也能大范围使用 另外 印度边境地区的道路建设仍然非常落后 很多地区后勤补给困难 山地摩托车是仅有的交通工具 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不可小觑